一次醉酒 女孩意外撩了顶流影帝 殊不知 这都是男人蓄意勾矣 他俩自幼青梅竹马互掐互对 妥妥地欢喜冤家 这晚落地窗前 两道身影暧昧交缠 裴十四一手抬着李九的大腿 一手搂着细腰 灼热的呼吸落在李九颈间 寄予我多久了 一年 两年 或者更久 酒后的李九放飞自我 忽闪着大眼睛 你猜 果然只有酒最后 才能看到不一样的他 裴十四喉结微动 强势地把李九 抵在冰凉的落地窗上 看在小酒耳垂涎 我美色这么久的份上 别相亲了 嫁给我怎么样 李九醉意迷离 心房塌陷 没忍住摸了裴十四的喉结 这让最会撩的裴十四 呼吸难易 忍不住一寸寸靠近他的唇 突然一声尖叫 李九默然惊醒过来 他不敢置信 揉了揉脑袋 做的什么破春梦 竟然会梦到 被那个从小针锋相对的死对头求婚了 一定是昨晚喝多酒疯了 身为裴十四的黑粉头子 正常的都不会做这种春梦 脑子正乱的时候 手机铃声却忽然响起 他接起电话 一道国粹差点震碎他的耳膜 酒保 昨晚不理我 原来是在闷声干大事 你居然把裴十四给睡了 还闹得全世界都知道了 你礼貌吗 你是不是还没看热搜 李九当即点开微博 吓得他手机差点衰落 热搜上全是他和裴十四的名字 还附带了高清视频 李九心头一跳 不会那不是春梦吧 指尖轻颤着点开视频 实锤了 那真的不是春梦 热搜上的各种骂声 都告诉他那是真的 李九感觉自己裂开了 他头皮发麻地僵在那里 昨晚的画面 一股脑地钻进脑海 不仅醉酒摸他喉结捏他屁股 还管他喊哥哥 李九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崩溃地大喊 懊恼地在床上疯狂蹬角 电话那头的发小兴奋地吃瓜 你昨天不是被你妈逼着去相亲的吗 怎么最后和裴十四搞上了 李九也好无语 相亲男放他鸽子 他就自己喝酒去了 没想到遇到了裴十四 然后就断片了 闻到大瓜的鱼池好兴奋 你们这对欢喜冤家掐了这么多年 终于决定和解了 而且还春宵一度了 李九赶紧摧毁他的八卦心 没有发生你想象的好吧 鱼美人 身为我的发小兼经纪人 这种时候 难道你不应该先想想办法 把舆论压下来吗 居然还有心情在这里吃瓜 鱼池黑黑一笑 谁让这瓜超甜呢 要不然 你去求裴十四帮忙吗 他是顶流 你只是新人 还是由他主动澄清比较好 对了 裴十四的屁股 是什么手感 李九微微一笑 滚 鱼池收起完闹心 正要研究公关方案 一则新的热搜 却推送到了首页 九宝 这回真说不清了 你给裴十四写的情书 也被曝光了 李九下意识就要反驳 我什么时候给他写过情书 但青春期的记忆 却突然贯穿脑海 这是一张星星许愿屏的照片 其中几颗被拆了开来 上面全是身情满满的情话 波斯猫属性的李九 当即炸毛跳了起来 这些情书早就埋于黄土 还能被翻出来曝光 那么 只能是另一位当事人干的了 他气呼呼地冲下楼 跑到隔壁别墅 熟练的指纹开锁 裴十四 你看我不掐死你 此时裴十四睡的正熟 听到楼下的那声娇怒 他懒倦地掀开眼皮 还没来得及彻底清醒 就见一兽小身影 像猫似的跳上了他的床 骑在他腰上 手指掐住他的脖子 裴十四 你给我死 这下倒让裴十四彻底醒了过来 散漫不羁的伸手 要去顺一顺毛 陈雅性感的笑音忽然响起 早上好啊 漂亮的波斯猫小姐 女孩醉酒调戏了死对头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捏屁股视频被曝光 更重要的是 青春期的情书也被曝了出来 李久气呼呼地爬上裴十四的床 我掐死你呀的 被人掐住脖子 裴十四却心情舒畅地打了声招呼 早上好啊 漂亮的波斯猫小姐 陈雅雌性的声音 和滚动的喉结 让李久不自觉红了脸颊 好似触电般 他立即松开手 可下一秒 却被捉住手腕 和裴十四来了个四目相对 裴十四拥倦地轻笑了声 你昨晚分明刚占了哥哥便宜 怎么今早就对哥哥火气这么大呢 李久暗骂妖孽 迅速抽回自己的手 裴十四你有病啊 谁心罕占你便宜 昨晚分明是你的屁股 玷污了我的手 你要点脸好吧 暗恋的对象 骑在自己身上 气呼呼地叨唠了一堆 裴十四越听越猛 什么情说 什么垃圾桶 他正要摊开了细问 然而手机铃声却在这时响起 电话那头传来经纪人的河东诗吼 裴哥你疯了 你他妈昨晚跟谁玩夜情呢 裴十四看了眼一旁的李久 散漫又认真 老子不玩夜情 情怀语气的国催乱喷 你还不玩 高清视频全都被曝光到网上了 昨晚掐你屁股的那个女人是谁 全程听见的李久背脊忽然一僵 红着脸低着头 心虚的抬眼偷看裴十四表情 恰好撞上男人桃花毛里酿起的细血 裴十四慰懒回应 他呀 是一只擅长欺骗我感情的小波斯猫而已 影帝的热论让情怀语都快疾风了 当事人还有心情开玩笑 气呼呼大吼 总之你赶紧自己看一眼热搜 我现在就过来找你 你必须把所有事如实汇报 挂了电话后 裴十四立即点开热搜 查看那情书 李久没想到裴十四还没看过热搜 说明那情书还真不是人家发的 这回尴尬了 心虚的赶紧想要溜走 但脚踝却忽然被人给捉住 身后还有男人辞性陈雅的声音 你干什么去 就被无情的拖了回来 裴十四慰懒的坐起身 玩味的翻着手机 总算明白 大清早这波斯猫小姐 干嘛这么暴躁了 原来是被拍了呀 那我可要看看 李久一个机灵 昨晚的视频太羞耻 生怕被他看到取笑 忽然朝他扑了过去 不许看 裴十四抬手将手机举过头顶 避开抢夺 李久刚要站起来去抓 结果细腰却忽然被裴十四搂住 涌入了怀里 李久的唇绊贴在了他的锁骨上 短暂的失神 就又开始挣扎 紧接着就陷落到柔软的床里 他休脑地露出小尖牙 就准备开药 裴十四轻哼了声 乖点 别闹 李久双手双脚都被压住 抬眸便见裴十四 已经顺利地入微博 映入眼帘的是浪漫的星空许愿屏 那一颗颗星星 将青春悸动时的少女心事 展露了出来 裴十四眼里亮起了光 很快被他压下去 意味深长地逆着李久 原来情书是指这个 李久听到这话 心里冷喝 原来他早就把情书忘记了 那种被翻出秘密的羞耻感 让他脸蛋通红 裴十四你不准看 可裴十四躺平了过去 慢条思理地念了起来 第一次看见宇宙 是和你四目相对的时候 他侧谋倾笑 我怎么记得我们 第一次四目相对 是你刚出生 我妈让我抱你的时候 你毫不见外地 炒我放了个臭屁 那就是你的宇宙 李久眼里有些追忆 故作平静 裴十四你闭嘴巴 裴十四充耳不闻 饶有兴致地又点开了一条 你的嘴唇真好看 适合说爱我 更适合闻我 李久再也无法故作平静了 彻底炸毛 又掐上了裴十四的脖子 但裴十四却嘴角上翘 抬手搂住李久的腰 往前一拉 李久根本来不及有所动作 就已经贴上了他的鼻尖 对上了裴十四琥珀式的桶里 吐息间 暧昧的气息 勾扯着李久的小心脏 裴十四慢慢靠近 适合闻你 我现在给你个机会 他在即将亲上的临界点停了下来 声音勾魂地问 要不要亲一下 青梅竹马的两人 在舒软的大床上 就差那么一丢丢就能洗劫脸里 李久却突然恼羞成怒地 用枕头捂住裴十四的脸 你压压的 我闷死你 枕头下传来裴十四悦尔的笑声 他轻轻挪开看着眼前的姑娘 没想到啊 小九尔是真的基于我很久了呀 李久疯狂地用枕头 抱着这个一脸魅笑的裴十四 你做梦 裴十四清喝 怎么是做梦呢 你昨晚还撒娇喊哥哥搂哥哥抱 摸哥哥猴杰 还掐哥哥屁股 是酒壮耸人胆 还是酒后吐真言 李妹妹暗恋我这么久 十四哥哥真的好荣幸啊 李久大声辩驳 你闭嘴 昨晚一定是猴杰先动的手 你分明知道 我是个猴杰控 故意用你的猴杰勾引我 裴十四忽然把手机放到了他眼前 勾唇倾笑 曾经那些情书 还赫然印在屏幕上 李久撇了撇嘴 很自然地推给年少轻狂 那是我小时候不懂事 瞎了眼才会看上你这只花孔雀 裴十四却是抓到了亮点 所以你还是看上过我 这会儿亲口承认了 说到这 李久彻底爆发了 看上过又怎么样 那也是过去是 而且发现 你把猩猩瓶扔进垃圾桶之后 本小姐就对你没兴趣了 裴十四但吃一声 他倒腾了半天 终于找到洗刷自己的证据 扔进垃圾桶 还翻出来曝光是吧 他慵懒地朝李久勾勾手 过来好好看看 你是怎么冤枉我的 李久好奇地凑过去 只一眼就默然气血上冲地哽住 破案了 原来是不对付的白莲花 苏福尹搞的鬼 如今 他是一线流量小花 正在开直播 装模作样道歉 说那些情书 一直都是由他保管的 不小心被助理泄露出去 他这波卖假人假意道歉 粉丝不会责备他 但裴十四的粉丝闻声而来后 把李久骂了个底朝天 苏福尹满意地 看着那些谩骂声 他跟李久是中学同学 自认为自己最漂亮 老是攀比 但李久比他更闪光 他装虚弱 男同学抱他去医务室 李久踩着滑板 在他脑门上贴了个 祝你寿笔昙花 他穿淑女裙 想要被夸漂亮 李久穿着甜裤的黑粉色卫衣 走进教室 就立即吸引了所有男生的注意 嘲讽他长得丑 还玩得花 苏福尹处处想赢 却处处比不过 就连他暗恋的裴十四 竟然也天天都围着李久转 一来二去 两人结了仇 如今苏福尹终于在娱乐圈赢了他 名气和咖位都更胜一筹 便立即找准这波热搜的机会 拿出当年的情书踩他 苏福尹装模作样 回答粉丝提问 大家别误会 久久现在字没那么丑 这是他初中写的 那个时候才只有十四岁 话外意思就是 十四岁就早恋 作风不好 裴十四饶有兴致地 逆向了李久 原来是十四岁那年啊 现在知道冤枉我了 情书不是我曝光的 李久心虚不已 试图逃离现场 但妖却被一手臂揽住 裴十四低谋认真地朝他凑近 我没见过情书 也没扔过垃圾桶 怎么说呢 白莲花虽然开直播想要毁了李久 却没想到 反而帮李久和裴十四 化解了多年的误会 原来当年他没有见过情书 也没扔过垃圾桶 所以我当年是误会裴十四了 李久越想越觉得尴尬 人家裴十四什么都不知道 我刚刚还对他那样态度 从一开始就搞错了对象 还把自个儿的老底都给曝光了 他红着脸 再也不敢看裴十四那张妖孽般的脸 慌忙将他推开 随便 反正我现在对你也没兴趣 嘴硬的李久 没有看到裴十四眼里的受伤暗淡 他迅速爬下床 一副斗志盎然 白莲花成金骇人不浅 姐姐我现在就去撕了他 然后气呼呼冲回隔壁 自己家 裴十四好看的桃花眼 盯着乍乍乎乎的李久背影 忽然下了个决定 此时 经纪人秦怀宇刚要敲裴十四的家门 一道身影从眼前迅疾而过 秦怀宇吓了一大跳 刚才飘过去个什么玩意儿 他顺势抵住门走进别墅 脑子里还在想 那到底是谁 便见裴十四白衬衣 肆意地披在身上 隐约露出冷白肌肤和性感腹肌 裴十四看到不速之客 漫不经心地倾笑 早啊情经济 秦怀宇顿时好无语 大清早地骚成这样合适吗你 刚才从你家出去的那个女的是谁 裴十四曼不经心地记着扭扣 你脸忙吗 刚吃完卦 就认不出当事人了 秦怀宇瞬间反应过来 他就是你昨晚玩夜情的主角 我靠裴哥 你到底咋回事 不是平时挺注意私生活的吗 裴十四窝进沙发 伸手盘玩着那一盘青梅 这次没忍住 他心里也在翻滚起伏 毕竟有时候做人也挺难 他曾经有对李九是好 可李九总让他离远一点 他暗恋忍了这么些年 一直以为李九对他排斥的彻底 所以没敢下手 早知道还有情书这种好事情 昨晚就不该做人 应该亲死他 秦怀宇看着大影帝这意味不明的笑 赶紧递上平板 公关部已经准备好了澄清文案 你现在登微博 就说昨晚那人不是你 视频是被黑粉恶意 AI换脸生成的 但裴十四连眼皮都不抬 慢悠悠地吃着青梅 吐出两个字步伐 秦怀宇有点猛 大哥 你步伐 还怎么澄清绯闻 裴十四悠悠地问 澄清了 我还怎么追人 秦怀宇脑子轰得炸开了 我的影帝 追什么 裴哥 你可别忘我呀 顶流明星想谈恋爱 没那么容易 况且 你不是还有个白月光 你要追别人的话 秦怀宇突然顿住 想到一种可能 你不会要告诉我 李九就是那个 你暗恋了很多年 结果人家只把你当死对头的小青梅吧 裴十四似笑非笑 递了一颗青梅过去 尝尝吗 这小青梅挺甜的 这话提转得有点猛 秦怀宇还是伸手就要去接 结果裴十四 却将梅子丢进自己嘴里 可惜了 我的 这波明里暗里的话语 秦怀宇顿时就放弃了 劝不动 你们俩快毁灭吧 其实当年 李九趁没人的时候 将表白的星星许愿屏 悄悄放到了裴十四的书桌 却不想门口有个绿茶妹妹 将这一幕看了去 然后她趁人不注意时 偷过来扔进垃圾桶的 后来怕被别人捡到 交给裴十四 于是又折返回去拿了出来 一直留到现在 没想到十个多年 还能派上用场 此时绿茶妹妹还在直播间 明里暗里表露出 和裴十四初衷相识 算是青梅竹马 李九给裴影帝的情书 交由她保管 自始至终 都是李九倒贴裴十四 爱的始终是她苏福莹 不知情的粉丝 被她的绿茶手段骗了去 她很享受粉丝们的八卦调侃 毕竟 她暗恋裴十四这件事 确实不假 从初中一见钟情起到现在 都未曾放下过 苏福莹的害羞和欲言又止 让粉丝一度以为 裴十四真跟她有关系 但就在这时 她的直播突然黑了屏 所有人都是一脸问好 就见苏福莹的直播 突然被切成了PK模式 一道清亮而嚣张的嗓音随之响起 小白莲花骨骼还挺清奇 这么做作是聊斋哪一集成的精啊 然后就看到李九精致的小脸 俏皮的跟众人打招呼 未曾谋面的宝贝们 我来辟个K不介意吧 直播间的粉丝们 瞬间反应过来 这不就是刚刚骂的李九吗 她居然还有脸来 长得漂亮了不起啊 苏福莹惯用的绿茶招又开始了 委屈的说 我根本就没有发起PK啊 李九手持水蜜桃 TV合同霸气开口 这家平台刚被我买下 作为新任总裁 我想让他给谁开PK他 就得给谁开 直播间 观众也被这些财大气粗的嚣张口气震了震 水蜜桃 TV价值 要用一级姑娘 怎么可能说买就买下来 这李九装逼过头了吧 然而就在众人怀疑准备开喷时 李九的直播平台账号 突然被挂上蓝色大V 下面一行官方简介 水蜜桃 TV现任总裁 平台的官方直播后 也进入他的直播间 连刷二十个火箭并附文字 向各位介绍一下 这我们老大 直播间顿时炸开了锅 惊得众人下巴里掉了一地 这是来真的 就这财力水平 也没出下口喷啊 水蜜桃官方操控的工作人员 在幕后黑黑笑 敢骂我们金圈李家大小姐 财阀旗下产业 能不出来给他撑腰吗 真是一群不知所谓的家伙 苏福营深受打击 虽是同学 但李九从不炫富 他自然不清楚 李九是什么家庭背景 此刻他又慌了 努力挤出眼泪薄 同情可怜 李九 你是在责怪我吗 情书曝光的事 真的不是我故意的 我已经跟大家道过歉了 李九慵懒得单手脱塞 管别人私事 还帮忙曝光 狗拿耗子都形容不了你 怕是乌龟掉岩缸里 给你这小王八嫌完了吧 李九骂人了 苏福营又想利用一波 哭得更惨 果然苏福营的粉丝们 开始为他打抱不平 李九不屑轻吃 你家粉丝还敢说我过分 说话这么阴阳怪气 你是被八卦阵养出来的棍儿吗 在互联网撒个谎 还真以为就能头上插葱 随便装算了 苏福营眼泪大颗大颗的掉 装作委屈极了 九九 我真的错了 是我没约束好助理 给你造成了困扰 你说吧 我怎样才能弥补你 就是别再骂我了 李九瞅着绿茶做做的模样 拖着长枪 当面骂你怎么了 你要是听不清 我还能刻你背上呢 这话倒让苏福营的脑残粉炸开了锅 骂不过就开始扯捏屁股视频 没证据洗不了白财来这里闹的吧 我就不信 我们哥哥会搭理你 然而下一秒就打脸了 有人崩溃哀嚎出声 我靠 哥哥发微博了 李九看到心头一紧 那个家伙又要干什么 他连忙拿出手机 点开微博 就看到心热搜 裴十四的微博大号 嚣张的at了苏福营 我这人不喜欢小偷 我的东西 麻烦还我 另一场轩然大波 就此揭开 李九直播 PK斗绿茶 裴十四也来掺和一把 直接干净利落官宣 撕碎苏福营的绿茶面目 苏福营在直播间整个人都梦了 他之所以敢捆绑裴十四 就是觉得裴十四这个大影帝 不会轻易站队 毕竟站队就意味着成人恋情 怎么也没想到 裴十四竟然站得这么明目张胆 事业都不要了 他赶紧准备下线 不想让他的粉丝 看出他这虚假的人设 然而还没等他主动下线 他的直播平台账号 就突然被注销 查无此人 还一片骂声 苏福营心里不平衡极了 为什么长得又美 又有钱的不是我 李九心情美美的 也下了波 看到粉丝列表里 多了个裴十四 老瓜子正疼 妈妈就发来视频请求 颤颤巍巍的接通 等着哀训 邱女士笑得很和善 挺厉害啊 李小九 让你去跟盛家公子相亲 结果你放人鸽子 跑去捏阿斯的屁股 屁股够翘吗 手感好吗 不是死都不嫁吗 不嫁还占人家 便宜给人家写情说 妈妈从小就觉得你们合适 要不明天直接给你俩办个婚礼怎么样 李九嘴硬的大声狡辩 还不要 全世界只剩他最后一个男人 我都不会嫁给他 自己女儿是什么德性 邱女士不要太清楚 冷哼一声 明晚带阿斯回家吃晚饭 否则 离世财阀和陪世财阀 后天就对外观薛妮俩原地订婚 李九脑瓜子嗡嗡的 还没等他发表抗议 视频通话就已经结束了 怀着复杂的心 李九又点开了微博 那一条条的崔成青 李九欲哭无泪 找到发小间经纪人 姐妹救我 这个地球已经容不下我了 麻烦立刻送我去快乐星球 吃瓜吃得正开心的鱼池敷衍道 想开点 大不了就是嫁给裴十四 人家多金又帅你也不亏啊 波斯猫属性的李九 瞬间炸毛 要我嫁他 他做梦吧 但是如果我不跑路 以我们家丘女士雷厉风行的性子 不出两天就得结婚生娃 想想都让人头套 小仙女于尺姐姐帮我 我绝不能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于尺看了他一眼认真的问 你确定 见李九疯狂地点头 于尺经纪人气场全开 你姐妹 我还真有个办法 既能澄清绯闻 还能打消你妈催婚的念头 李九看见了救星 忽闪着大眼睛宁说 于尺看着他家小可爱的模样 笑意渐渐变得认真 上脸踪 李九顿时就懂了 看我手撕黑粉和催婚 另一边的裴十四 在庭院里 闲情易志地晒着太阳 他觉得自己这般官宣承认 李九应该懂自己的心意吧 直到秦淮宇赶来 裴十四才懒洋洋地掀开眼皮 李九的那些恶评 都处理干净了吗 情怀与止觉无语 我的裴哥 你的后院都快被烧没了 你还管你那小青梅 有没有被骂呢 你自己看看吧 我觉得这件事 只是你一厢情愿 你家小青梅压根 对你没那个心 裴十四神情微紧 接过手机翻着微博 就看到李九官宣耀 参加恋宗的热搜 粉丝们都在议论 李九这是在变相否认 和裴十四的恋情 这波洗白 洗得干净漂亮 裴十四看着那一条条眉目微沉 果然是擅长欺骗感情的小醉猫 摸我屁股不够 还要去参加恋宗 情怀与叹了口气 这档节目 是会跟别的男嘉宾 组成模拟恋人 在综艺直播里 认真谈至少一周恋爱的那种 综艺导演是圈里出了名的 爱枕花活 直播接吻上床的事 都做得出来 裴十四心里亲呲了一声 我的波斯猫小姐 好的很 那天晚上喝醉 明明挺黏人的 现在又想去跟别的男人谈恋爱 想都别想 情怀与头一次见到大哥闷火 小心翼翼地喊了声裴哥 裴十四抬起头 把电影推了 跟制片方那边说 这档综艺我也接了 裴十四得知 李久去参加了恋宗 他暗恋了这么多年 见不得李久跟别人好 哪怕是模拟的演戏的都不行 所以 让情怀与把电影推掉 他也要参加恋宗 情怀与惊的语无伦次 你接什么接 我的裴哥呀 这可是恋宗 你见过哪个顶流明星 会往恋宗跑的 裴十四似笑非笑 以前是没有 不过没关系 我来开这个先河 情怀与作为经纪人 他必须要为裴十四名声考虑 难得严肃起来 裴哥你要想清楚 这些决定一旦做出 你很可能会被人 从顶流的位置上踩下来 李久就真值得你放弃这些 裴十四从入圈开始 就不拍感情戏 不养老婆粉 为的始终是李久 秦怀宇都知道 可他还是想再劝一劝 毕竟到达顶流明星 也很不容易 但裴十四却慢条斯理的起身 声音平静坚定 怀宇 你知道的 我栽在他手里很久了 很快就到了首播的那天 毕竟是全国首当明星 配对的模拟恋爱真人秀 观众的期待值极高 开播就挤爆了直播间 李久踩着高跟鞋 走进陆志棚 一席性感妩媚的黑色旗袍 乌发慵懒地盘起 大家好 初次正式见面 我是李久 黑粉们本想进来嘲讽几句就跑 却只因多看了一眼 活就被勾过去了 李久在娱乐圈摆烂了很久 他极少露面 连少数盐粉都蹲不到他正脸照 黑粉就更不知道他长相 此刻正式见面后 黑粉转白粉都嗷嗷叫着 疯狂夸赞颜值 李久环抱着臂 等着节目组向每个嘉宾问出常规问题 请问李老师目前单身吗 李久眼尾轻撩 不然呢 来你们这里直播出轨 给自己没事找事 那现阶段有暗恋的人吗 李久平静地回答没有 工作人员刁钻的问题开始了 那李老师上次接吻 是在什么时候 李久有些后悔 来参加这破练踪了 懒懒地应了句没接过 关你们什么事啊 就迎来工作人员的连环问题 以前有过几段感情史呢 李久有些恼火不想回答了 工作人员却没放弃 是太多段 所以不方便说吗 李久憋了好半晌 终于在工作人员的逼问下炸了毛 他可是从出生就单身到现在 工作人员不厚道地笑 继续问最后一个问题 李老师喜欢什么类型的男人 李久眼角微挑 轻笑了声 我不喜欢男人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录制棚 裴十四也同样经历着 刚刚李久的那些问题 裴十四懒散轻笑 单身 没谈过恋爱 初吻还在 包括荧幕初吻 工作人员对上裴十四的桃花眸 心脏按捺不住的砰砰跳 不愧是顶流 太帅了 最后一个问题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 裴十四文言抬眸 看到对面录制棚那么熟悉身影 眼里闪着光 漫不经心的轻笑 是他的画 什么样都行 顶流明星裴十四 为了李久参加炼宗 朦胧神秘的光影间 裴十四看到了另一边在录制的李久 喜欢的女生类型 是他的画 怎样都行 不得不说 炼宗的导演 很会掉胃口 让观众看不到裴十四的正脸 从而抓狂 情感问答环节结束 工作人员便让裴十四 将送给女嘉宾的定情信物 交给他们 裴十四将礼物合递了过去 这份礼物 他敢打保证 只有李久会喜欢 不一会儿 女嘉宾这边 就看到了三份礼物 领带 麦克风 和一块绿的发黄的香菜蛋糕 其他人避而不及 可香菜新人李久的DNA却动了 我就要这个 直播间的粉丝们都夸他口味清奇 李久却毫不在意 自顾自地吃了起来 苏福尹打听过了裴十四不来 他便打算换一个人勾搭 知道特邀了金圈圣家的公子 一心想攀上这个资本家 就能在圈内一飞冲天 永远把李久 狠狠踩在脚下 于是 他很快做出决定 选了领带 觉得这应该是那豪门公子的东西 而另一位女嘉宾 是顶流女团的成员 平时的业务都跟麦克风有关 所以开心地选了麦克风 三位女嘉宾完成定情信物的选择后 导演冒了出来 用喇叭介绍着恋宗规则 相应的CP也随之匹配锁定 接下来将以三对恋人的身份 在浪漫的国外 展开六天七夜的旅行 第一站泄后 请各位女嘉宾 带好你们的定情信物 跟随浪漫的指示 前往规定地点 寻找你们的模拟恋人 李久忽然举手 还回味着香草蛋糕的味道问 导演 定情信物 吃完了怎么办 做导演这么多年 就没见过这么天生反骨的 就算抱着空盒子 也得给我去 李久难得乖巧地哦了一声 抱着空盒子起身往外走 工作人员指引他进入一道门 然后很贴心地 把他关了起来 陆志鹏的灯光 也默得暗了下来 导演在监控室欢笑连连 定情信物吃完了是吧 看我不下思念 这是节目组 为了让男女嘉宾出见时快速贴贴 测试女嘉宾们最害怕的东西 面对漆黑的房间 李久不害怕 反而眨着漂亮的眼睛调笑导演 你们剧组是忘记交电费了吗 收到挑衅的导演 立即抓起对讲机 快 先给我吓唬李久 我非得知道他害怕什么 工作人员收到后 立即弄了个3D影像 一条吐着杏子的蛇虫李久奔了过去 直播间的人都被吓了一大跳 隔壁苏福营他们都被吓跪了 李久却依旧淡定 还伸手去触摸那条蛇 哇 这3D特效还挺逼真哈 导演在屏幕前犹如吞苍蝇 这都不怕 随后又让工作人员 换了密集的小蜜蜂 李久一脸嫌弃依旧不怕 甚至还嚣张地逆向监控器的方向 导演 你真的很无聊啊 但就在这时 一道诡异的电流音忽然响起 李久忽然头皮一马 那种阴森森的诡气声 在耳边响起 李久的身体默然僵住 他不由得报警礼物和 没敢再往前走 导演算是找到了正确方式 李久怕鬼 这回把他吓到了 逗逼导演遇上天生反骨的李久 测试出李久怕鬼 就对症下药 加大力度吓唬小九尔 李久闭着眼睛 一个劲在心里安慰自己 都是假的 没什么好怕的 然而 耳边一直回荡着恐怖的音乐 人皮娃娃迎铃般诡异地笑着问 家里有人吗 我要进来了 李久魂伸起了鸡皮疙瘩 伴随开门的声音 一个瞳孔睁大满眼是写的玩偶 突然出现在李久眼前 然后尖叫声响彻整个陆志棚 李久吓得扔掉手里的盒子 撒腿就朝反方向跑 工作人员黑黑笑 我就说嘛 总有一个你怕的 直播间的弹幕里 全是无情嘲笑 李久怕鬼 天下皆知了 李久尖叫着满路志棚乱窜 猝不及防撞进一个坚硬炙热的胸膛 清淡好闻的血松香 让李久莫名有安全感 下意识就跳到了男人身上 有鬼啊 救我 裴十四证然的同时 却又本能而习惯性地 搂李久入怀 别怕 镜头故意没有拍裴十四的脸 但是直播间却炸了 都强烈要求导演放男嘉宾正脸 房间内仍然漆黑 四周还有诡异的蓝色鬼火 李久紧紧搂着裴十四的脖子 眼睛都不敢睁 另一边 苏福莹在蛇窝如愿选到了渣男圣号 陆幽在蟑螂蜂蜂的屋子 匹配到心境底刘哥神池佑 这时 导演的声音响起 恭喜三对CP成功会面 通往心动别墅的钥匙 藏在最恐怖的地方 请三对CP 齐心协力寻找吧 李久崩溃了 开始白烂 我不找 我怕鬼 导演偏偏要对着干 又改了规则 密桃限时十分钟 超时的CP将会接受超恐怖的惩罚 李久就麻了 恐怖就算了 怎么还现实 为什么要自作孽 来参加这种综艺 被鬼屋下耸了的李久 欲哭无泪地 攥着裴十四衣服 大哥 救命 裴十四知道 李久从小就怕鬼 于是楼井窝在自己怀里的小青梅 准备开始找钥匙 结果却听到这种称呼 合着会主动跟他投怀送抱 是因为压根没把他给认出来 裴十四但吃了一声 大哥是吧 直接松了手 李久嗷大叫 紧张的楼井 裴十四的脖梗 哥哥哥哥 行了吧 裴十四慵懒地逆他一眼 果然没有认出我来 不过这个称呼很不错 于是 又重新将李久搂住 李久感受到腰间一热 心里冷哼 男人果然都是一个德性 跟裴十四那花孔雀一样 喜欢听这种骚称呼 你快找钥匙吧 我可不想接受恐怖惩罚 裴十四很享受李久这般靠近 他凑近耳畔 轻声说 害怕就搂紧点 别睁眼 李久忽然觉得 这声音怎么有点耳熟 这个导演很缺的 你怕什么 他就给你来什么 李久被鬼屋吓得死死 抱住他的男嘉宾 他并不知道 此人正是他躲避的 青梅竹马裴十四 也觉得这般抱着不太合适 想赶紧找到钥匙出去 大着胆子 睁开了一只眼睛 想帮忙 结果映入眼帘的 却是工作人员办的吊死鬼 直接把他吓得连忙将脸 埋回男嘉宾的紧窝 尖叫着大喊你快点 找钥匙 培十四察觉到 李久在发颤 他手搂得更紧了些 这么难得的机会 他想多抱一会儿 轻笑着嗡了声 李久捕捉到他的笑音 要强的轻垂了垂男人 你在笑我 李久怕鬼 还是他小时候 给人家造成了心理阴影 所以他不会笑他 只是单纯觉得心情好 但李久并不知抱着的是谁 嚷嚷着警告 你肯定在嘲笑我 你不准笑了 裴十四声线温柔又纵容 真没笑你 李久不信 骗人 你肯定在笑我 我没有 你就有 没真有 肯定有 直播间弹幕笑成一片 直呼可道 真的像是小情侣吵架般 最后裴十四先让步 好吧 我再嘲笑你 那你睁眼来找钥匙 李久闻言抱得更紧 将脸埋得更深 我不要 他的呼吸 洒在裴十四紧窝 就像是导火线一般 裴十四骤然有了生理反应 这于他而言 又是一个大考验 简直要命 浑然不知的李久 怕鬼怕得理直气壮 还小声嘟囔 都怪裴十四 要不是他 我才不会在这里被鬼吓 裴十四找钥匙的手一顿 果然还是那只没良心的小波斯猫 就该不管他 让他被鬼吓哭才好 好一会儿后 裴十四找到了钥匙 虽然周围黑七七 李久因为开心 也睁开了眼睛 你是不是可以放我下来了 裴十四脸眸 逆着缠住他脖梗的手 这位小女嘉宾 不肯撒手的 好像是你 李久反应了过来 然后毫不犹豫地松了手下来 谢谢你啊 倒真的是把用完 就扔眼出了精神 这时 导演的声音再次响起 三对嘉宾都顺利找到钥匙 可以带着模拟恋人 去心动别墅集合了 终于不用待在鬼屋 李久松了口气 这才响起 一路护着他的男嘉宾 回头笑看着他 你好 我是李久 请问你是 恋宗三对嘉宾都找到了钥匙 鬼屋停止 李久这才下来 回头问自己 抱了一路的男嘉宾 你好 我是李久 请问你是 直播间的人也格外期待 都好奇李久这边的男嘉宾是谁 和他在鬼屋的互动 简直就像真情侣 裴十四略有些失落 盯着李久看了好一会儿 你真没认出来 李久有些茫然 黑乎乎的房间 只能看到大概轮廓 所以他是真不知 裴十四轻叹口气 走到密室的门前 打开房门 一道刺眼的光亮 舒然投入密室内 李久下意识抬手遮挡 等眼睛适应 然后就听到男人散漫的轻笑声 李久立即转头 看向自己的男嘉宾 然后视线里猝不及防 出现了一双熟悉的桃花眸 你好 我是裴十四 李久顿时就炸毛了 像见了鬼一般 赶紧把裴十四推开 怎么哪哪都有你 导演这个吊味口的玩意 镜头只拍裴十四的下颌 收音器也录不到他的声音 直播间的人 恨不得要抱揍导演 想知道男嘉宾到底是谁 为什么会这么难 而李久的第一反应 就是提着裙摆赶紧跑 他的跟拍摄影师猛了两秒 什么情况 为什么要跑 赶紧联系导演 李久跑了 导演顿时觉得脑瓜子疼 头一回遇到这么不按 套路出牌的一日 还愣着干什么追啊 跟拍摄影师 扛着设备原地起飞 边追还边放声大喊 李老师 讲导问你跑什么 李久头也不回 好意思问我跑什么 他选的男嘉宾 让他自己反思吧 我没时间解释了 再不跑 我就插尺南飞了 直播间的人都笑疯了 导演眼见着拦不住李久 气急败坏地抓起大喇叭 中气十足的怒吼声 回荡在整个录制现场 裴十四 直播间笑得正欢的讹讹们 戛然而止 换来的就是一阵骚动 裴十四慢悠悠地走了出来 正式亮相在观众眼前 大家好 我是裴十四 然后炼宗的热度怦然炸开 此时导演已经杀到裴十四面前 拿着大喇叭怒吼 你到底都跟李久说了些什么 怎么能吓得他 撒鸭子跑成那样 可裴十四却懒散轻笑 讲导 您失去的只是个女嘉宾 但我却刚刚被女朋友当众抛弃 您不应该先关心我吗 我心都快碎了呢 导演当场朝裴十四翻了的大白眼 我不管 你陪我女嘉宾 做导演多年 还是有点会眼识珠 他能确定李久就是他的流量密码 所以才不会放走这个女嘉宾 然后凶巴巴地逼迫裴十四 你自己说吧 怎么办 上一次微博声明 可能不太清楚 这一次裴十四已经打算让全国观众 都知道他在追李久 轻笑了声 放心 我的人我会哄 青梅竹马的妖孽容颜 映入了眼帘 李久却是尖叫着 掉头就跑 导演一看自己的流量密码被气跑了 对着裴十四一顿炮轰 你自己说的呀 你的人你火 我让摄影师回来 给你俩半小时 到底了 必须给我把他带回心动别墅 裴十四也不管炸翻天的弹幕 笑着说了声 没问题 而另一边 李久踩着高跟鞋 溜到荒芜工作人员的地方 坐在秋千以上些口气 累死人了 懊恼的弯腰摸着生疼的右脚 都磨破皮了 好痛 都怪那个该死的裴十四 他正准备脱掉鞋查看 猛地抬头看去 果然是裴十四 我都累成了狗 他居然还散漫的 以着鲜花拱门 脚好痛 算了 不跑了 裴十四桃花毛里 随着浅浅的光 缓步走了过去 李久像是炸了毛的波斯猫 汹汹盯着来人 罪魁祸首 才不要你管 心想 要不是裴十四 自己乃会用桃 而且还在直播 再加上鬼屋的那一遭 跟裴十四的关系 好像越洗越浑了 这回是 彻底把脸丢尽了 真是气死我了 脚上的疼痛 也刺激了他 他重新弯下腰 本想自己检查伤势 一双修长的手 却忽然先踏一步 落在了脚上 微凉的触感 让他正然顿住 裴十四单膝 跪在他的面前 别动 让我看看 李久的脚踝被捏住 就像调皮的猫 被扼住后脖梗 让他瞬间安静 乖瞧起来 裴十四轻轻脱掉 他的高跟鞋 缓慢而轻地 捏着他的脚踝 查看伤势 你追过来干嘛 为了嘲笑我 狼狈逃跑 导致挂彩吗 裴十四抬眸看他 知道会受伤 还跑那么快 刚才在鬼屋里 缠着我的时候 不是挺乖 这会儿着急了 李久的叛逆心理又出来了 看吧 就知道这死对头 追来没安好心 果然是来嘲笑我的 他也傲娇地轻横着回怼 明知道我小时候 被狗咬过 见到你就会产生条件反射 你就不能试着做个人吗 裴十四无语了 忽然有点小后悔 真不该做人的 那天晚上 就该让他腰酸腿软地 摊在床上下不来 见裴十四不说话 李久用脚尖 轻轻地踢了他一下 喂 你跑来练踪干什么 你这会儿 不是应该在 李岛的组里拍戏吗 裴十四闻言 眼里忽然闪着亮光 好像自家小青梅 也并非这么不待见自己 他慢悠悠地聊起眼尾 原来小九尔 这么关心我的行程啊 明明很关心在意 却因青春七十的误会 在心里落下了阴影 李久脸红心跳 却依旧不改嘴硬 谁要关心你了 就是知道你壮荡 我才会来这个练踪 鬼知道会随即匹配到你 李久话音刚落 他自己就发现了不对 他想起自己的匹配礼物 香菜蛋糕 原来这一切 都是裴十四的阴谋 他诈呼地摁住裴十四 我知道了 你搁了电影来练踪 又明知道 我最喜欢的就是香菜 于是特意准备香菜蛋糕 又我上钩 裴十四手上动作一紧 心里有那么一些紧张 他终于察觉到了 我喜欢他了吗 默默等着看小青梅的反应 可其实 李久根本没有和他想一块去 大声指控 裴十四 你这是想让我死啊 裴十四等了半天 把自个儿给灯蒙了 他是真不明白吗 李久继续控诉 我上链宗是为了澄清绯闻 结果你跑来跟我配对 这不是在拳网面前 公然打我脸吗 然后我就会被你的女友粉骂死 被我的黑粉喷死 被键盘挟对死 哇 裴十四 你好狠的心 看到李久那夸张和歪解的表情 想来要让小青梅开窍 还得要经过一番磨难 裴十四眼眸微锤 握住他的脚 熟练从口袋里摸出窗壳贴 我想让你死 还特意跑过来伺候你 一枚粉色的软萌窗壳贴 贴到了李久的脚后跟上 防止他高跟鞋在打脚 这般体贴细心 李久略微不好意思地说了声谢谢你 裴十四听到这声谢谢 却反而不高兴 推了一把鞦韆 李久一脸莫名其妙地拉住扶手 裴十四你要干嘛 裴十四双手压在摇椅 直勾勾地看着他 那双桃花眸隐约露出 几分藏不住的沉溺 李久 我就是上辈子欠你的 这好似表白的话 让李久正愣住 难得没有还嘴 伴随着他的沉默 只觉得他控制不住胸口处的剧烈跳动 片刻裴十四懒散地起身 伸出了一只手 不回去 李久下意识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 回去干嘛 等着被你的女友粉们给喷死吗 裴十四嗅到了那么一丝酸味 他轻笑了声 哦 刚才见到我就跑那么快 原来是怂了 怕被骂 不得不说 李久的性子 是被裴十四完全拿捏 三言两语 就能让李久炸毛 我这是战略 战略你懂吗 看到前面有坑还不绕路 难道脖子上长的脑袋 是为了好看吗 裴十四定定地看着小青梅的这张难忘容颜 拖着懒枪长鹰 是挺好看的 李久神情复杂 你这家伙怎么回事啊 什么理解能力 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你是有病吗 裴十四轻笑着应了声 是啊 病得不轻 除了你 要是难医 裴十四一番深情认真的告白 李久却以为 她是因为把自己害得很惨 从而兴奋到精神不正常了 只能默默同情 裴十四三秒 虚虚实实你的小青梅不懂啊 李久嫌弃地拉开距离 反正我不回去 你爱跟谁模拟恋爱 跟谁模拟恋爱去 心想自己还没有疯 绝对不能做跟死对头直播恋爱的事 不然全网见证 都是成堂正贡 完全干不过裴十四啊 裴十四知道 李久的性子强来不得 对付容易炸毛的娇贵波斯猫 激将法最好用 她漫不经心地拿出手机 行 那就只好让苏福莹和盛浩 尽情在直播里羞辱你了 然后她屏幕声音外放 盛浩正嘲讽般地谈论着李久 你们可能不知道 我跟李久相过亲 不过没谈成 因为我对她挺不满意的 没想到她居然会为了我 特意追到恋宗来 坐在鞦韆椅上的李久 突然跳起来 谁给她的脸 谁为了她特意追到恋宗 李久连鞋子都来不及穿 你看这个渣男在说什么 便见苏福莹 也面对镜头在那里查言查语 这样巧吗 说起来 我跟李久还是中学同学 她追爱一直很勇敢的 那时候就喜欢黏在裴老师身后 没想到 后来又跟你有这段缘分 李久这暴脾气 彻底炸毛了 这些眼瞎的玩意 震惊地看着裴十四 她说 谁喜欢黏在你身后 我就算跟在你后面走 也只会是四级抬脚踹你屁股 裴十四若有所思地 看着她点点头 确实是这样 但她说 你在追爱 我那是追杀 你倒是帮我说句话证明一下 裴十四不说话 李久转身穿上高跟鞋 小白莲花臭渣男 趁我不在场 就编排我谣言是吧 看我不去捶爆你们的脑袋 老娘绝不可能退出 只要苏福莹和盛浩还有一口气 我就绝对不可能退出这个恋宗 气势汹汹地回路至捧手 四渣男绿茶女 裴十四望着小青梅炸毛的背影 轻笑了声 给导演发了条信息 讲道 惹我哄好了 心动别墅里 已经集结了两对嘉宾 苏福莹还在茶言茶语 九九小时候很可爱呢 同学都说 她跟裴老师像连体英 总是形影不离的 不过每次都是九九 追在裴老师身后跑 她这话一出 直播间全是辱骂李久话语 更是给李久起了个李表的名称 可刚从李久直播间回来的观众 直接贴出截屏 绿茶女苏福莹的颠倒黑白 顿时现了心 但直播中的苏福莹 还不明真相 继续装模作样 九九怎么还没回来啊 是个男嘉宾闹别扭了吗 盛浩也是个不要脸的 瞎话连篇 可能李久发现 匹配到的不是我 所以有点失望吧 刚杀到心动别墅的李久 正好听到盛浩这番下头言论 猛的推开 一道清亮的嗓音随之响起 东方不亮西方亮 憨批啥样你啥样 几个菜啊 让我们盛大少爷喝成这样 盛浩原以为只是 个不起眼的小明星 所以上次相亲 才放鸽子不见 此刻却被李久所惊艳 有些后悔了 普姓男盛浩 此刻肠子都毁清了 没想到李久竟然是个大美人 上一次相亲 根本就没见到人 家里也没仔细介绍过 模拟恋人没匹配到他 真是可惜了 虽然他家庭背景应该很一般 在娱乐圈也没什么名气 但腰和腿还挺值得玩玩的 盛浩这般想着 收起他的龌龊心思 装得风度翩翩 主动过去打招呼 李小姐 没想到又见面了 李久直接躲开了他的手 勇懒妩媚地轻笑了声 哟 盛浩这个普姓男 几乎被李久的笑容勾了魂 差点控制不住自己的哈喇子 李久嫌弃地看着他 盛少是喝醉了吧 我怎么记得 相亲那天是我哥了你 这应该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 直播间的网友们 个个惊呆了 到底是谁在说谎 柯南在哪 赶紧出来破案 盛浩没想到 李久这个十八线小明星 竟敢当众戳穿他 干笑着暗示 好好说话不然封杀你 李小姐 也许是你相亲的太多 记错了吧 苏福莹这个绿茶 也过来附和 还一手挽住盛浩的胳膊 是啊 毕竟阿浩实在是没必要骗人 他是把他想攀附豪门的心思 都斜脸上了 只可惜 他攀错了人 自以为不得了的豪门少爷 在李久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京城有四大财阀世家 裴家第一 李家第二 李久饶有兴致地看向苏福莹 苏女士就这么期待捡垃圾 就算我们真的见过 圣少也是被我在相亲场上丢弃的对象 月老把你们俩牵在一起 垃圾分类挺到位啊 圣号脸面挂不住突然恼怒 大吼了声李久 直播间的人黑转粉 都觉得李久对了谱性难 让人很爽 苏福莹又用她的惯用伎俩 委屈巴巴望着李久 九九 我知道你还在怪我 但关于你给裴老师写情书那件事 我已经道歉了 你这样说我 真的会让我伤心的 李久吃笑一声 你心脏出了问题 你找兽医啊 跟我哭有什么用 直播间里瞬间笑成一片 苏福莹又做又装 很多人早就看她不爽了 苏福莹却完美发挥柔弱人设 阿浩你看她 圣号是个大男子主意 看到她这副泪眼汪汪的模样 就产生了保护欲 李久你别太过分了 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 我知道模拟恋人没匹配到我 让你不爽 但你没必要这样针对莹莹 跟你配对的那个男嘉宾呢 苏福莹装模作样 抹眼泪心里暗爽 她觉得 不像她攀上了金圈贵少 一定是极度的疯了 所以才孤零零地回了别墅 还将情绪都发泄到他们身上 就在这时 一道性感 低此的嗓音响起 抱歉各位 刚才有些重要的事情 耽误了点时间 我应该没来晚吧 刚进来时 似乎恰好听到有人问起我 各位找我有事 打脸总是这么猝不及防 苏福莹不敢置信地 看着眼前的男人 李久的男嘉宾 怎么会是裴十四 为什么他会来 裴十四懒散地看了一眼 盛大少爷 被点名的盛浩威咒梅 以他盛家的地位 根本接触不到 金圈四大财阀之首裴家的公子 所以 只当是个普通戏子 盛浩优越感 极强地点了下头 裴影帝 裴十四脸回目光 看向李久 这就是要跟你相亲的 那位盛家公子 言外之意就这货色 果然只配丢到垃圾桶 李久嫌弃地看向别处 得 又在裴十四面前丢人了 苏福莹见裴十四 都实锤了李久相亲过 恨不得让李久当众丢脸 然后他这个好子屎 就要来坏一锅汤 裴老师你别生气 虽然久久跟阿浩相过亲 但想必都是家里安排的 肯定不是久久本意的 李久当即听出 苏福莹挑事的意思 瞬间炸毛就要开队 裴十四却忽然挡在了他身前 护独子的表情藏也藏不住 我生什么气 苏福莹猛了 为什么会和自己想象的不一样 就见到让他更猛的一幕 裴十四温柔地摸着李久的头 不是割了吗 他连瞧都没瞧上的人 也值得我生气 直播间的人嗅到了大瓜 到底谁被割了 谁又看不上谁 说谎的人到底是谁 盛浩脸色瞬间就变了 裴隐帝 没有证据的是 你别乱说 裴十四懒散地看他 要证据是吧 行 那你说说 你俩哪天像得亲 盛浩毫不犹豫回答上周六晚上 苏福莹文言已经知道盛浩在撒谎了 毕竟李久和裴十四绯闻曝光的那天 就是上周六晚上 他赶紧暗示 啊哈 你是不是记错了呀 但盛浩向来谱信 不可能 我记得非常清楚 就是上周六的晚上 李久还特意精心打扮穿了白裙子 并且给我准备了礼物 只可惜 我没有瞧上他 苏福莹待在旁边好无语 心想这番话一出 全网都知道你在撒谎了呀 裴十四看了一眼 傻子转眸逆向李久 这就是伯母 给你挑相亲对象的眼光 李久刺了一声 根本就是邱女士 闭着眼睛乱挑的 盛浩见自己都说出证据了 怎么大家都怪怪的不说话 裴十四懒卷的轻笑了声 盛少可能不知道 除了睡裙外 他从不穿白色裙子 李久默然睁大双眸 伸手掐了一把裴十四 你要死啊 这话一出 不就搞得我们真有什么事的 裴十四看着他甜甜笑 小九九快松手 哥哥疼 而后抬头看着盛浩 他那天晚上 分明跟我在一起 全网都可以为我们作证 请问盛大少爷 怎么像得亲 盛浩不看娱乐八卦 扭头向苏福莹求证 便见他点了点头 当即就知道自己丢脸丢大了 刺激之下 来了个不打自招 转头就怒吼李久 你那天晚上哥 我就是为了这个戏子 直播间的人这下都知道 盛大少爷就是个普姓男 活该被李久放鸽子 苏福莹几乎能想象到弹幕的惨烈 他连忙提醒 阿浩别说了 盛浩也意识到 自己的失态闭了嘴 但他不觉得有什么 综艺节目而已 要不是被家里逼婚 也不会来这里 反正回了豪门圈 也不会再见这些明星 闹剧结束 陆幽连忙挥手 陪前辈好 美人姐姐好 我是Aurora的成员陆幽 站在他身旁的男嘉宾 也礼貌地喊了前辈后 汗手持佑 李久笑眯眯地回应 我听过你们的歌 之前看过陆老师的现场 很厉害的 池老师的新专辑也很棒 持佑散漫不羁的神情里 流露出几分诧异 谢谢 裴十四看字个儿 一直被冷落 李久却主动跟持佑搭话 有些发酸 于是他突然伸手 揪住李久的袖口 因为暖男 见不得李久目光 看向别的男人 他晃了晃手里的塑料袋 里面装着药水 不是脚疼吗 说着 还去了眼李久的脚后跟 摄影师很实实物地给了特写 全网都能看到 李久根骨处 贴了个粉色窗壳贴 还是超级软萌的锤尔兔样式 陆幽这个神柱 攻凑进去瞧 像是被高跟鞋磨到了 不过这个窗壳贴好可爱啊 李久回眸看了眼 还行吧 然后就听到对面姑娘 明显要磕糖的声音 我还以为久久是拽姐呢 没想到这么有少女心 这窗可贴真不像你风格 李久心虚地撇开眼 暗戳戳地吐槽 裴十四幼稚 陆幽也眸离 闪过一抹狡辖的笑 所以 该不会是裴前辈准备的吧 裴十四笑得那叫得开心 暗戳戳地想回头 一定得给陆幽送点线 李久像被戳中秘密般 警惕地看向裴十四 直播间的粉丝也是磕了 大多数人还是认为 裴十四只是配合练宗 并不是真的糖 窗可贴与裴十四无关 李久也在眼神暗示 裴十四不准瞎说话 不然回去收拾你 陆幽好奇地问 裴前辈哪里买的窗可贴啊 这么可爱的 我也想买点备用 裴十四懒洋洋地摸出 手机翻找片刻 就这家店 陆幽立即好奇地探头望过去 镜头也及时追上 眼间的粉丝发现 购买记录是三个月前 看来人家是真糖 裴影帝该不会对李久蓄谋已久吧 陆幽拿出自己手机收藏店铺 也不忘再助攻一把 没想到裴影帝是喜欢这种风格的 裴十四看着李久轻笑了声 给他买的 毕竟某些人总嫌创可贴长得丑不爱贴 不想想办法弄点好看的来 还能怎么办 众人吃到了大瓜 裴影帝这是当众承认了 他们分明就是真情侣 李久无语地挑了挑眉 就知道这只裴狗没安好心 他来练宗 果然是想让我被女友粉撕碎的 他立即将创可贴撕掉 裴十四 我警告你 别给我没事找事 小心我捏死你 裴十四不怒 反而笑得格外迷人 捏着李久的后脖梗 就像扼住小猫的后颈皮似的 将他往沙发方向拎去 陆幽在一旁 磕糖磕的上头 他们两个好甜啊 裴十四把李久放到沙发上低谋轻笑 乖 别闹了 帮你涂药 就裴十四和李久两人自然而然的互动 观众们再傻也反应过来了 这分明就是裴十四续谋已久 故意跑来练宗追人 李久插翅难逃啊 看着细细给自己磨脚的人 李久很不自在地说要自己来 裴十四抬头看他 你会 别乱动 流色素沉淀的话嫌 瞅别跟我哭 然后李久就不说话了 乖乖瘦着 苏福音在旁边看得咬牙切齿 觉得这份恩爱是属于他的 他不甘心 也不明白怎么会变成这样 明明刻意打听过裴十四的电影 跟练宗壮当不会来 他才会把主意打到圣号头上 现在倒让他俩大秀恩爱 实在可恨 不过比起苏福音的红眼病 陆幽却在旁科唐科的很开心 疯狂揪着持佑的衣角 他们两个好甜 重度洁癖的持佑 瞅着拽他的那只手 整个人都不好了 极力的忍耐 不扫这个心 这会儿 导演过来颁发任务卡 李久那边也刚好完工 三位女嘉宾领取任务卡后 一言难尽 陆幽最先念出来 第一阶段法国恋爱旅行 三组以模拟恋人的身份 一路恩爱 在法国度过浪漫的六天七夜 终极目的是疯狂撒糖 苏福音补充着后面的内容 最受观众喜爱的组合 将会获得海量资源 还会受邀进入本综艺的下一阶段 李久神情复杂 三组人分别入住心动别墅的二至四楼 每层楼都有神秘房间等待分配 豪华程度随楼层增高 而逐渐递减 而楼层的选择权 将通过一个小游戏来决定 然后他嫌弃地念不下去了 甚好不高兴地吼他 怎么不念了 是什么游戏 裴十四过去瞅了一眼 轻笑了声 心动俯卧称 然后工作人员将他们带到了一个房间 粉红色的新型设计大床 闪亮登场 陆游好奇地伸手摁了摁 里面装得好像是水叶 这项不像是传闻里 浪漫情趣大水床 裴十四饶有兴致地念出下面的要求 男女嘉宾在水床上互相配合 进行面对面俯卧称 数量多的优先获得选防权 李久忽然伸手问导演 可以女嘉宾压在男嘉宾身上做吗 面对面俯卧称的意思是 女嘉宾躺在水床上 男嘉宾压在他身上来坐 可天生反骨的李久偏要反着来 问导演 可不可以女嘉宾压在男嘉宾身上坐 导演还会说话 陆游就帮着否决 我觉得不太行 规则上写的是要男嘉宾在上面 而且床垫里装着水会晃 女孩子应该很难支撑 普兴男圣号自信发言 的确难用力 在我这里都问题不大 持有不懈地轻则了生 这种游戏对女孩子很不尊重吧 毕竟水床晃动时 难免会有身体接触 陆游努力安慰没关系 反正都已经来练踪了 这就是规则 为了选到好房 我们加油 女孩子都没意见 持有也就同意了 绿茶女苏福营 时刻不忘攀针 八号 我相信你 圣号被拍得很开心 放心吧 我很厉害的 裴十四看着其他两队 都在互动鼓励 而这个亲密俯卧称 确实合她的意 瞥了一眼自家的小青梅 那恨不得缩近小角落里隐形的模样 她笑了笑走过去 想要几楼的房间 李九撇着嘴 我不要跟你做这种羞耻的俯卧称游戏 裴十四你想都不要想 直播间的人都磕疯了 做梦都没想到 这俩人之间居然是裴十四主动 李九疯狂退退退 苏福营这个绿茶表 又出来搞事情 九九 你是担心在裴老师身下 把持不住吗 李九像被踩到了尾巴 当即炸毛 你胡说什么 谁会把持不住 苏福营又茶言茶语 毕竟 你小时候就喜欢黏着裴老师 还给她写过那么多情书 我以为你暗恋裴老师呢 李九傲娇的指着一旁的裴十四 我会暗恋她 我暗恋一头猪 都不会暗恋她 裴十四把随身麦克风关掉 又伸手关了李九的 轻笑了声 情书不是你写的 是某只不听话的小花猫 用爪子乱滑的 别生气了 那个许愿平我要回来了 这份礼物 哥哥真的好喜欢 杠着笑意的嗓音 几乎要将她的心扯出来 李九慌乱的向后退了两步 肉眼可见的红了脸颊 直播间听不到裴十四 跟她说了什么 急得恨不得直接吃掉键盘 裴十四将麦克风重新打开 桃花猫里仍然样着笑 乖 过来做俯卧撑挑战 哥哥不喜欢住顶楼 李九逆着裴十四 毫不留情地拒绝我不要 神助攻导演 突然喊了一嗓子 友情提示 顶楼的房间 晚上可能会有鬼魂出没 李九毫不犹豫地走向水床 我坐 监控室里 副导嘟闹 讲道 咱这样玩 真能行吗 万一是裴老师不愿意怎么办 他可是出道数年 都不曾接过感情戏 真会做这种暧昧的俯卧撑吗 导演运筹帷幄 看着他的流量密码 你懂什么 你真当裴十四来我们练宗 是单纯闲着没事干 这个李九跟裴十四 绝对有故事 你就等着看 我把这俩人的糖给抠出来吧 在水床上 压着青梅竹马做俯卧撑 到底谁先把持不住呢 一个心大的陆幽 和一个做做的绿茶女 都已经躺在了各自的水床上 李九却在旁边愁愁 提前打预防针 你不会趁机占我便宜吧 裴十四多少有些无语 看着自家小青梅那防备模样 话说三番五次占我便宜的 难道不是你 李九想了想过往 竟无言以对 直播间的人更是疯狂大笑 李九你就从了他吧 面对裴十四你 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走投无路 李九心意横终于躺在水床上 你快坐 速战速决 裴十四神情复杂地逆着他 他知不知道 自己这话像是在说什么色色的东西 看着小青梅 白嫩漂亮的线条 瞇了瞇眼 镜头倒是会做人 直接给李九来了的大特写 直播间留哈喇子留了一地 李九躺在水床上 捂着他发红的脸 俯卧撑游戏这冲击感也太大了 让我这种凡人如何抗拒 偷偷挪开手指 准备偷瞄一下某人 视线却猝不及防 撞进裴十四的桃花眸里 李九立即闭上眼睛 只要不看星就不乱 睡一觉就过去了 然而导演这个神助攻看出他的小心思 喇叭一喊 请各位嘉宾睁开眼睛 李九就想问候他一声 很不满地睁开一只眼瞅着喇叭 导演无情的声音又响起 监督男嘉宾的俯卧撑姿势 并帮忙技术 李九只得睁开双眼 恰好看到裴十四双膝跪了下来 又对上那双好看的桃花眸 眼里倒映着他模样有片刻失神 随着裴十四调整姿势 导致他身下的床垫 忽然似大海般波澜荡漾了起来 李九下意识地想找个东西维持平衡 却不经意间抓到裴十四的皮带扣 裴十四整个人背脊围僵 只见李九指尖就捏在开关处 稍一用力就会将他的裤子截掉 侯杰不受控制地滚了滚 李九也骤然反应过来 他尴尬地赶紧松手 又慌忙解释 我不是故意的 我没想占你便宜 裴十四脸谋逆着他 没了好半场 才压制住不想做人的冲动 低吐两个字妖精 李九慌了 拜托 你不要说让人误解的话 导演很懂事地喊了一句 准备得差不多了 都开始吧 裴十四慢条斯理地朝李九贵服下去 撑在他两侧的手臂将他圈起 暧昧气息油然升温 李九不由平住了呼吸 心跟着不由自主地狂跳 脸也红成了苹果他侧过头 快点开始吧 白皙笔直的天鹅井撞进裴十四的眼帘 好不容易压制住的某些欲望 像要决堤而出 他连手贴在李九耳侧 伴随暧昧气息荡进他耳中 放心 不会让我们小波斯猫住鬼屋的 一十四把李九当小青梅 李九却把他当死对头 当死对头说出那句放心 不会让我们小波斯猫住鬼屋 李九的心间有片刻的悸动 暧昧拉扯的分寸 控制的让人抓狂 抿着唇眉说话 三队嘉宾 为了能住上舒适的好房间 开始了心动俯卧称底拼 普信男圣号 开局前自信满满 开局后刚做一个就有些乏力 原本是件很暧昧的事 苏福音也想趁机好好培养感情 但甚好忘记扎他的衣带 随着他的动作 苏福音的脸被衣带一通乱扇 狼狈的都睁不开眼来 其他小心思也就跟着熄了火 持幼则非常注意分寸 他始终跟陆幽保持着安全距离 身世行为收获了一波好评 裴十四的姿势很标准 呼吸平稳 也始终跟李九保持着身世距离 身体压下的瞬间 水床不受控的一荡 在即将胸膛相贴时 他又很及时地抬起身来 李九呼吸微乱 说好的死对头 这个走向有点不对啊 赶紧结束吧 没过一会儿 圣号因为体力有限 率先支撑不住认输 苏福音恨铁不成钢 满脸的幽怨 觉得很丢脸 他们组得分店了底 石友平时有健身习惯 但体力终究不敌裴十四 抱歉 没得第一名 陆幽忙宽慰没关系 前辈表现得已经很好了 超帅的 然而二三名已经出来了 陪十四却还没有停下 李九抬眸 看着压在自己身上 做俯卧撑的男人 有点心乱一迷 终于忍不住出声 可以了 我们已经是第一名了 他怕再这样做下去心 就真被勾走了 陪十四瞅着小青梅泛红的脸颊 又看向一旁围观的陆幽 轻笑了声 确定是第一了吗 陆幽连连点头 被陪十四超好的体力惊道 越看越觉得 陪老师和李老师 好配好甜 陪十四确定了得第一 这才翻身起来 水床的弹性 差点把李九弹飞 他理着依扣轻笑 那行 毕竟不能让我们家小女朋友 住鬼屋啊 直播间的弹幕里 一片土拨鼠尖叫 磕糖磕得好上头 李九正在努力 从刚才的暧昧里回神 又听到暧昧的话语 这花孔雀真要命 眉头微跳 陪十四 你乱喊什么 陪十四回眸看他 懒笑一声 不是模拟恋人吗 不喊女朋友的话 那喊宝贝 宝贝 还是喊女朋友 陪十四雌性的嗓音 勾得李九炸了毛 这花孔雀开瓶 可真要命 他当即推开陪十四 迅速窜离了 镜头的拍摄范围 陪十四懒散地坐在水床上 看着小青梅 落荒而逃的背影 桃花某底的宠 都要一出来 片刻后 小青梅还不回来 他不放心地 朝李九的方向而去 一个心动俯卧称 让李九心有些乱 本能地节节后退 撞到一个高脚凳 想也不想地 就直接爬了上去 你不要过来啊 陪十四反而加快了步伐 一双桃花某里 尽是无奈与纵容 站这么高很危险 乖 我错了 下来 直播间的人被填封了 这两人的相处模式 明明就是真情侣啊 陪十四追 李九逃 俨然一副 只要李九松口答应 就能八台大叫 取回家的济世感 这会儿的李九 稍微清醒了一些 一级爬上了高位 而自己 还是个恐高者 又尴尬又无语 看着陪十四 那一脸殷勤的笑 他拍开了他的手 我自己下来 不要你管 然后闭着眼睛 撞着胆子 刷的一下就跳了下来 这只花孔雀惹不起 导演这个神助攻 关键时候又出现了 把炸毛乱窜的李九截住 心动俯卧撑的第一名 获得优先选房权 小情侣们选房吧 李九飞速做出决定 我选二楼 陆幽和持有这个第二名 自然选择了三楼 而苏福莹和盛浩梅的选 只能住进四楼 拖着行李箱 进了别墅二楼 李九无视掉所有细节 直奔女嘉宾的单人间 但裴十四却留意了一下环境 眸光落在右侧上了锁的房门上 看着那神秘房间 带解锁的门卡若有所思 这个导演真是人才 李九整个人扑倒在床上 脑海里翻滚着心动俯卧撑的 每一个眼神 耳畔还回荡着裴十四 那勾人的嗓音 带句宝贝都让他有种错觉 貌似自己真的 和死对头在谈恋爱 他心间在发颤 脸颊在烧红 四下无人 疯狂乱灯 懊恼地发泄着情绪 恋爱旅行第一天清晨 裴十四房间就有摄影师闯入 躺在床上 若有所感的裴十四悠悠醒来 他睡眼惺忪的桃花眸 直接通过镜头传递了出去 一下就击中粉丝们的心魂 他轻捏了捏鼻尖 懒散地问几点了 工作人员 笑答六点了裴老师 裴十四N了声 懒洋洋地从床上坐起身来 扯了扯被褥遮挡 然后似笑非笑地伸出手掌 麻烦摄像头先关一下 我现在是有女朋友的人了 得手点难得 直播间的粉丝们又吐褥鼠叫 好虫好羡慕李久 片刻后 收拾好的裴十四 收到了今天的任务卡 然后有兴致地念着任务名称 早安稳 美好的早晨 从恋人的早安稳开始 明天就是各位的首日浪漫旅行 请男嘉宾们做好准备 于早晨七点 去女朋友的房间 将她唤醒吧 信封里 还配了一把女嘉宾的房门钥匙 裴十四看着要是玩味倾笑 节目组还挺会玩 她又问了问 工作人员叫醒任务 有没有什么特殊规则 工作人员摇头 没有了呢 裴老师 您有您觉得好用的方法 将你嘉宾叫醒就可以了 不过请尽量温柔哦 裴十四N了声 在脑子里思索 怎样唤醒 她的小青梅最合适 然后撸起袖子 就往厨房跑 各位稍等我一下 所有人都不知道裴十四会厨艺 大家都好奇地 等着看她的黑暗料理 而李久昨夜 就把摄像头全给遮住 房门反锁 还在美美地睡觉 只露出一颗小脑袋 田径乖巧 裴十四有外挂钥匙 翘无声息地走进她房间 看着裹得岩石的小青梅 她卷长的眼睫里 勾起一丝笑 小九二 睡梦里的李久 乌音了一声翻过身来 眼粉瞬间被她蒙倒了一片 耐床的撒娇状态 跟平时的拽解形象 构成强烈的反差萌 裴十四坐在她床边 耐心地拨弄她的发丝 裴狗别闹 我想再睡一会儿 裴十四的桃花眸底 荡漾着宠溺的笑 她像是早就习惯了这种画面 温柔地将她耳边的发丝给勾开 然后又让工作人员 帮忙把她做的草莓 蛋挞递了过来 将甜品送到了李久的鼻尖前 睡梦中李久闻到一股甜香 被香气逐渐牵引了起来 可裴十四太会引诱 李久直接气急败坏地熬屋一口 鼻尖上不经意间 沾了一抹白色的奶油 但还睡眼惺忪 小模样乖萌的 不要不要 裴十四眉眼宠溺地为 小青梅抹掉她鼻尖的奶油 小懒猫 睡醒了起来吃 听话 身为青梅竹马的裴十四 最了解李久 不仅是爱榨毛的波斯猫 更是一只贪吃的小馋猫 所以 当她接到叫醒任务时 亲手去做了一个草莓榻 引诱李久起床 磁性好听的声音 和消失的美味 让李久缓缓睁开眼 猝不及防地撞上 那双熟悉的桃花眸 李久瞬间清醒尖叫了起来 你怎么会在我的房间里 我明明上了锁的啊 裴十四看着小青梅眼眸里的 震撼与惊恐 无奈地两手一摊 李久看到裴十四手里的草莓榻 猛了又猛 我梦里的草莓榻 是你喂的 裴十四怀疑地 看着手里的甜品 不好吃吗 这可是我早晨起来亲手做的 李久睁大了眼睛 心想这花孔雀 是哪根筋搭错了 完全不可思议 就听到一旁工作人员的声音 恭喜裴老师 完成早安稳叫醒任务 李久当即目瞪口呆 也立即想歪 早安稳 他委屈巴巴地捂住小嘴 裴十四 你居然还非理我了 波斯猫属性的李久又炸毛 用被子 把坐在床边的裴十四摁到 恨不得把他闷死 那可是我的初吻啊 一顿霹雳泉后 他朝着一边使劲的土口水 来表达他的嫌弃 裴十四嘴角含笑 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小青梅 那憨太可爱的模样 工作人员忍不住大笑 李老师 早安稳只是个任务名字 裴老师没非理你 李久顿时就尴尬 这种事怎么不早说 弄得我多不好意思 得知误会后 他有些心虚地看着裴十四 你还活着吧 裴十四聊起眼尾 漫不经心地回应你觉得呢 李久很认真地叹了下他的鼻息 然后又很认真地说了句 还能活一会儿 直播间的粉丝们都笑崩了 两人真相情侣 而且是欢喜冤家的那种 导演又让嘉宾们 各自回房间洗漱收拾 一小时后 集合开启正式旅行 相关词条火速冲上热搜 剪辑片段也被公开出来 苏福音翻看着微博 极度地要死 李久的人气 长得比他快 他之前搞的那些小动作 竟然成了助攻人 转头问他的御用化妆师 李久今天什么造型 你给我画漂亮点 化妆师摇头 不清楚了 他好像是自己一个人过来的 苏福音顿时又有了优越感 以他的眼界 觉得李久咔位低人气差 连团队都没有 他上综艺前 特意做了巴黎的攻略 还学了几句法语 肯定比李久那个学渣强 今天开始的正式旅行 我绝不会输 我一定会将人气夺回来的 苏福音还在自我优越 以为李久没有专业团队打造 却懂少息 自己绝对能咽压过他 殊不知 李久一身酒红色吊带长裙 再次俘获了一众眼狗的心 粉丝长了又长 就连陆幽的目光 都黏在李久身上 有种想跟裴14强老婆的冲动 九九 你漂亮到 都让我想要跟你谈恋爱了 李久温柔地笑着 直到陆幽兴取向 正常松了一大口气 裴14姿态懒散地坐在沙发上 慢悠悠地包着橘子 这裙子好看 陆幽两眼放光 像小鸡灼米式地点头 裴14轻笑着台眸 打亮了李久一眼 是吧 我眼光果然不错 李久一脸莫名其妙地 盯着死对头 我挑的衣服 关你什么事 裴14听到这话笑意更深 没想到 小九尔居然特意挑了 挑我送的裙子 李久不想和裴14扯得 那般亲密 下意识狡辩 裴14你别乱讲 你什么时候给我买过 突然后话一卡 他想起来了 这条好像的确是裴14 今年夏制日 送给他的礼物 然后画风一转 哒哒跑上楼 我这就去换掉 裴14像是早已习惯 小青梅的抗拒 悠悠地吃着橘子 不多时 李久换了条 衣子间的黑色蕾丝小短裙 挑衅地看着裴14 这回不是了吧 裴14吃东西的嘴一嘟 这不是我今年儿童节的时候 送你的吗 李久低头瞅了瞅自己的衣服 好像真是那么一回事 他又重新换了条 红色丝绒挂博款 方领小短裙 心想 这回总不是了吧 裴14懒散地咬着橘子 看着小青梅 这是去年的圣诞礼物 忘了 李久他又不幸邪地 回房间换衣服 这回是粉色花裙 裴14也从橘子换成了苹果 懒懒地说了一句 今年的女生结礼物 李久不服气地 又换了一身 这回 你还能说点什么 裴14看着他点头 这是春分日那天送你的 李久差不多把一箱子衣服 都换完了 最后是浅褐色吊带裙 长袖路肩设计 显得格外性感 后背还点缀着一个蝴蝶结 裴14又被李久惊艳了 这条裙子 还真不是他送的 含糊了一句 这是父亲结 一听这话 李久彻底炸毛 你什么时候 父亲结给我送过礼物 你要不要叫我一声爸爸呀 裴14 直播间的粉丝们 磕糖磕得好上头 这分明就是蓄意已久的暗恋 裴14伸手 将削好的水果递了过去 换累了吧 吃点水果 看在吃的份上 李久勉强给面子乖顺了下来 刚刚换一游戏 也抛出脑后 陆幽在旁边都要被舔死了 被当面塞糖的感觉 谁懂啊 炼宗的导演真是太会了 为了方便嘉宾们更好的贴贴 特意制作了小锁链 所有人都到齐后 导演出来宣布规则 三队模拟炼人 将以同油的方式 再完成几大主要景点的打卡 在此期间 嘉宾们须在不被 其他四人发现的情况下 完成一张甜蜜情侣合影的拍摄 合影跳出最高的情侣 将获得Vogue家的登峰机会 李久听到Vogue家杂志 又开始摆烂了 那是他妈妈邱女士 闲来无视开创的时尚杂志 以至这个节目的资源不咋样 这边毫不在意 苏福音却两眼放光 没想到这档综艺 竟然有这么好的资源 Vogue家是目前时尚领域里 认可度最高的杂志 好多明星挤破头 就为了登上封面 他决定进展手段 拿下这个资源 然而 导演为了他的流量密码李久 特地制定了一个规则 某些嘉宾 还不能习惯模拟恋人的身份 甚至对谈恋爱这种事 有些排斥 正在大口进食的李久 咕咕点头 这导演终于说了巨人话 然而下一秒 导演却坏坏笑了起来 节目组非常体贴嘉宾们的想法 因此 为了快速拉近恋人之间的距离 特意给大家准备了一点小礼物 然后就听见咔哒一声 一根约一米长的锁链 两端分别靠在了他跟裴十四手上 李久骤然没了食欲 莫名有种不祥的预感 一抬手 裴十四被迫跟着他一起抬 这什么玩意儿 导演大喇叭一喊 这叫爱情小锁链 助于你们快速贴贴 今晚睡觉的时候就能解了 李久当即炸锚 这主意是谁出的 你告诉我 我保证不打死他 睡觉的时候才能解 那上厕所怎么办 洗澡怎么办 吃饭难不成要他喂我 导演和善一笑 要不然 怎么叫爱情小锁链呢 反抗无意的众人 很快就出发到达巴黎街头 李久后腰处的设计 露出一小节 美背和腰肢 让裴十四觉得格外刺眼 恨不得扒下来 让他重新换一件 以后这种衣服 还不让小青梅穿 伸手把那枚蝴蝶结扯了扯 又拨弄他的头发遮挡 李久察觉到身后的拉扯感 嫌弃地转毛 你干嘛 裴十四洋装无视发生的模样 看向一边 李久总觉得 他好像在按戳戳做些什么 但裴十四被靠住的是左手 他用右手做的事 不会牵动锁链 陆幽已经成了这对俊男靓女的头号迷妹 已经忘记 自己也是来谈恋爱的了 磕糖 磕得很上头 快看 好甜 苏福音不想封头 都被李久抢了 温柔轻笑 今天的任务有些难度啊 铁塔 凯旋门 卢浮宫外景 花园大街这些重要景点 都要一天内逛完 不如我们全程打车吧 苦幸男圣号 率先出声赞成 以我之前在国外旅行的经验来看 全程打车会节约很多时间 我有钱可以请大家 苏福音赶忙拍马片 阿浩你真好 这样的话 我们大家应该就很方便了呢 李久实在有被这对虚假情侣游到 实在忍不住出声 盛大少爷以前来过巴黎 盛浩骄傲地看着李久 虽然我没来过 但我去很多国家旅游过 你没出过国的话 就不要发表见解了 身为巴黎留学生的李久 本来不想让他走弯路 可既然人家要装逼 那就让他丢脸大一点也无妨 那你说 盛浩充满自信地继续分析 我们打车去任何地方应该都方便 李久白了他一眼 那你准备打车去哪 不懂庄懂的盛浩 还乐呵呵地回应花园吧 李久忍不住了 直接笑了出来 有没有一种可能 两地之间的距离步行 也只需要五分钟 普信南盛浩瞬间实话 第二次被打脸的感觉就很猛逼 普信南盛浩 当着众多观众的面部懂庄懂 极力体现他豪门的优越感 结果下一秒就又被啪啪打脸 陆又听了李久的话 拿出手机查了一番 真的耶 从卢浮宫到杜勒丽花园步行 只要五分钟 但打车需要十几分钟 盛浩强行狡辩 怎么可能 开车无论如何 都肯定比走路快啊 李久真是被这个猪脑子给无语到了 还是解释了下 因为卢浮宫附近路况很堵 而且道路非常狭窄 不如直接步行从小路穿过去 盛浩此刻脸色很差 很不悦地盯着李久 你来之前特意查过旅游攻略了 李久才不会像他一样 四处炫耀自己的身家 懒得理他 推了下遮住半张小脸的墨镜 总之 我们的确可以先去卢浮宫 然后北上一路不行 就可以逛完大多数的景点 陆又这个铁粉 直接遗忘掉自己的男嘉宾 举手表示久久 你知道的好多啊 我跟你走 裴十四全程不说话 专注研究 如何把小青梅的后背给遮起来 他动手捋了捋 敏锐的李久 立即转眸看他 怎么不说话 你干什么呢 裴十四若无其事倾笑 别看我啊 我不是向来都听你的 李久总觉得 裴十四在憋怀 但他找不到证据 就在这时 导演的大喇叭又响起 为了让嘉宾们 更好地感受城市风情 节目组特意为大家 准备了单车礼物 大家可以出发了 苏福莹 时刻不忘攻略圣浩 八号 辛苦你在我了 圣浩自信点头没问题 相处下来 他觉得这个长得漂亮 又没脑子好拿捏的苏福莹 倒是可以娶回家应付爸妈 反正不会影响 他在外采气飘飘 两队都率先出发了 裴十四也坐在自行车上 蓝伞转眸腻了眼 身后车座 上来 李久小时候学过 摔了几跤就放弃了 此刻这副场景 不由让他想到 上学时他不会自行车 一直都是裴十四 带着他上下学 明媚阳光下 白色的衬衣 和那双桃花眸 总能惊艳人心 裴十四见他没动又喊了声 愣着干什么呢 李久才磨磨蹭蹭地 坐到后座上 本想抓住身后的扶手 维持平衡 李久的身体猝不及防向前倾倒 慌忙间 他伸手扯住裴十四衣服 整个人都贴在他的后背上 小青梅香软轻贴他的背脊 他甚至能感觉到 小青梅脸颊发烫的温度 忍不住回头 李久未有些紧张地解释 我不是要占你便宜 是你刚才故意扯锁链 他正想松手 但裴十四又勾回了锁链 让他不得不贴贴 而后又听到裴十四懒散 而又肆意声音 是我故意的 李久诧异地抬眸 心想这陪狗这么轻易 就承认了自己的阴谋 又吃错药了